七十八岁的阿嬤好会种菜 每颗菜又大又漂亮 四分地的菜园 由她一个人负责 八年来天天来种菜 这些菜当然不是自己吃 是要送给弱势家庭 第一次热的 就是说我们送你家 就把菜给他 一人两条 一旁的是大儿子 二十二岁那一年 他刚退伍 因为车祸下半身瘫痪 当年接受过别人的帮助 现在有能力要回馈 真的他都把菜摆低 看到很多跟他一样的人 就是会觉得说 妈妈常常讲说能力之余 就是可以帮就帮 好大颗的花椰菜抱在手中 八十岁的华马真的好高兴 八年来送出的青菜水果 超过十万台金 背到新竹 南到台中 这份爱的路程还在继续 大海新闻 江军国际中 苗栗报道 北京 门 北京